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 对不起 圣经的预言证明耶稣是真神 而且 祂是能够凡事祝福我们的 我为了看得清楚 站上来 看得清楚这里 看你也清楚一点 高一点看来也清楚一点 耶稣是很真的 我相信耶稣的时候 我也是研究过圣经的预言 有一次我习惯耶稣 因为我从小到大 我爸爸教我们掌上压 sit up 打拳 那些沙包 不过我不打人 打拳 有一次我打拳 然后 我忽然想 神看到我习惯耶稣 不知道会不会笑 我会想到神是这么真 我第一次准备去受洗的时候 那位牧师问我 你信什么 我信耶稣很真就在这里 他没有问我 你有没有信耶稣 射免你的罪咎 你的灵魂 我一定相信 全部我相信 我信到耶稣就是耶稣在这里 那位牧师说 你今次不要洗礼 下次再洗礼 他不会以为我只信这件事 他没有问下去 我信耶稣很真 我今天也是很真 很相信耶稣是真 不只是相信我 知道耶稣很真 他是真神 他能够凡事祝福我们 我们现在圣诞将近 耶稣的降生 其实是一个很大好消息 因为这幅图里面 大家看到很多方面 神是祝福我们的生命 健康各方面的 神其实祝福我很特别 因为我披露我的年龄 很多人都不会想到的 就是67岁 但是神给我 不用戴老花眼镜 不用戴远时近时眼镜 并且可以打球打网球 这也是神祝福的 神凡事祝福我 有很多很多的祝福 神都会祝福你们 当你先求神的国同意 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 很多人对于前路 是有担心的 就算耶稣也会 我将来和谁结婚 不知道他对我好不好 我们的婚姻会有什么困难 那些子女不知道 听不听话 将来的经济是怎样 前途是怎样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去想 不知健康是怎样 很多人都会担心前面的路 就是很多人想知道 很多人想找先知 麻烦你告诉我 今年有什么发生 第二年有什么发生 将来有什么发生 其实很多先知说 你悔改吧 你听耶稣说 耶稣凡事祝福这些圣经 我已经说了 很多人找先知 那些全部想找一些 confirmation 就是好像 鼓励一下他 安慰一下他 其实先知最主要的目的 应该是带领我们 进入神高度的层次 进入他的计划 就是不要只说 哎呀 我很不开心 我希望神告诉我 我很爱你 我陪着你 他听完呢 很开心的先知告诉我 神很爱 不用先知告诉你 圣经都能告诉你 很多人就很想知道前面的路 其实我们有神 有一样知道 他掌管一切和一切 最好给我们 所以我不用担心 是吧 不过很多基督徒 都是会担心 比如老板告诉我 明年不用上班了 哇 立刻担心到不得了 死了 明年不用上班 怎么办呢 人们很容易为经济压力 前路 健康 哇 有点痛死了 不知道有没有癌症 什么问题呢 或者是情绪的问题 现在这个世代 很多情绪问题 可能食物 含有的成分 空气 那些辐射 其实我们不知道 这些东西对我们影响有多大 还有整个社会气氛 和魔鬼的作为 令到很多人 很多情绪的问题 神能够凡事 祝福我们 所以有些人就寻求占卜 或者拜偶像 他们以为可以 好像稳定一点 其实是不稳定的 其实他们也看不到 那些偶像的作为 但是耶稣是看到的 耶稣是可经历的 耶稣是可经历的 在我自己来说 我经历过很多很多的神迹 为人祷告很多的神迹 而我也是想训练人 去侍奉神的 这是我将会在 星期日下午 我来了之后 星期日下午 除了第一个礼拜 出去传福音 一起传福音之外 其他我都会在2点到4点 有一个侍奉操练的课程 圣经里面有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有很多古卷 圣经的古卷 就是以前那些旧的抄本 比如很多旧的文学作品 其实有时候找不到 比如孔子写的文笔 看不看得到 很难找得到 圣经里面有很多古卷 圣经的古卷 告诉我们圣经是很准确的 以前的古卷和现在 基本上是一样的 你想想 如果抄整本圣经 你会有时候抄错 有时候的字没有抄错 这些是有轻微的 但不重要的 不影响的 而它的信息是以前和现在一样 而里面是有很清楚的语言 这个圣经的特色 里面有很多语言 而且是非常准确的 细节的 有些人问 耶稣的语言 是耶稣只有写的 有些人会这样说 这里我将几样的 在耶稣来之前 已经有的古卷 给大家知道 第一 就是在主前650年 B.C.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银卷 就是什么来的 是圣经里面的祝福 在里面有写的 跟圣经的字眼一样 所以他们知道 都从圣经拿出来 由主前三百年 就有旧约翻译做希列文 就是这个出名的七十事译管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旧约 已经存在了 还有主前150年左右 是有死海古卷 里面也有很特别的 就是以赛亚书整卷的铜卷 里面有很多古卷 在山洞里的瓶装住 让我们看到圣经在耶稣之前 已经来了 因为有些人说 这些语言这么准确 会不会是过后写呢 我们就告诉他们 很肯定不是 因为其实除了翻译做希列文 也有翻译做其他语言 首先就是圣经在耶稣未来之前 一早已经预言到耶稣要来的 以及钉十字架 而钉十字架在历史上 只是存在了六百年 在预言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是没有钉十字架这个认罚的 钉十字架 罗马人有时集体 将他们的罪犯 或者将一些政治犯 全部集体来钉十字架 在圣经一早已经讲到 钉十字架的 在诗篇二二篇第十五节 我一起读 我的精力枯干 如同牙片 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犬类围着我 恶党环绕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他们分我的爱衣 为我的女衣黏沟 这里第十六节 很清楚讲到钉十字架的 他们刺头 刺头我的手和我的脚 就是说 全世界有很多种刑罚 中国人有很多刑罚 你看一些上网 或者看电影都看到 很多古灵精怪的刑罚 不过没有钉十字架 日本人有很多残疾的刑罚 但也没有钉十字架 全世界都没有 在中东有六百年的时间 是有钉十字架 而圣一早已经讲定了 而大卫他用第一身的 我 但他从来没有被钉十字架 他在祈祷经历到耶稣的经历 所以他用过我字 他刺透我的手和我的脚 他根本没有发生 那为什么会刺出了手和脚呢 而且第十八节 分了他的衣服 他的衣服没有被人分过 为他的女儿黏沟 即是抽签拿了他的底衣 而前面形容到他钉十字架的情景 说到他精力枯光 即是没有力 舌头贴在牙床上 一个嘴很干 舌头很难移 可能会麻痹 所以舌头很难移 在死地的尘土 大卫不是被人杀死的 在这个经文很明显 是预言到耶稣钉十字架的 主前 大家要看一看 这就是主前一千年 大卫预言到钉十字架 然后预言六百年之后 才有钉十字架 原来在主前三百多年 波斯人发明钉十字架 即是过了六百年的时间 然后呢 钉十字架只有七百年的时间 然后到主后三百三十七年 钉十字架就被废弃 但是在大卫的时候 他怎么知道 会有钉十字架的刑罚呢 除了之外 在《撒加利》的书也说到 他们要呼求 他们所扎的 他们所刺透的位 这也是刺透的 即是他们会刺死救主 好了 圣经也说到《马拉基书》 说到耶和华忽然进入圣殿 我一起读 《马拉基书》三章一节 《曼君之耶和华》说 我要插替我的使者在我前面 预备道路 你们所沉悼的主 忽然进入他的殿 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 快要来到 这里很特别的 是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我要插替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在以赛书也说到 在抗野有人声哭着说 预备主的路 修夕主的路 就是说到施洗若干的 耶稣也说到施洗若干就是预备他的路 在这里就说到耶和华 插替使者为他预备道路 所以这里所说的 来的那位是谁呢? 就是神自己 很多人对于神的观念 神就是天父 耶稣为什么是神呢? 圣经是说到三位一体的真神 圣父、圣子、圣灵 都是神,是一个神 不是三个神 为什么呢? 圣经是有说给我们知道 天父是神 也有说到耶稣是神 有很多经文 比如以赛书第九章六节 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很明显地说到他是神 圣经又说到不是三个神 所以是一个神 圣经没有说的观念 就是三位一体 既然圣父是神 圣子是神 圣灵是神 又不是三个神 所以唯一就是三个persons 英文就用persons 但是他是一体的 他说 我会猜显我的使者在前面预备道路 就是说耶稣要来 然后呢 下面那里说 你们所寻求的主 会忽然间进入他的殿 这个主这个字 在旧约是很特别的 为什么呢? 耶稣这个名字 在旧约是亚维 亚维 亚维他们不敢读 因为这个名字太神圣了 他们将它变成 Elohim 不是 Adonai 就是我的主 所以他读过主字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讲神的 你所寻求的神 忽然间进入他的殿 立约的使者 使者不是说天使 使者可以是messenger 一个带信息的人 这个立约 和你们立约的这位使者 忽然间你所仰慕的 就会来到 就是会进入这个圣殿 所以这里说到耶稣会 会进入他的圣殿 你们的主 你们所仰慕尋求的主 会进去圣殿 就是说到耶稣会进圣殿 那些圣殿是很特别的 在这里大家看看 在主前 将近六百年的时候 因为以色列人听说 波斯 班比伦 毁灭了耶路撒冷 毁了国 圣殿被拆毁了 但是神就说 七十年之后 你会回去重建圣殿 以色列人就和那些人回去 他们重建圣殿 但是过了几百年 整个五百年 圣殿是否会旧 如果大家一家屋住一百年 我想没有人住一百年的 樓零的樓 一百年 樓零都不知道变了什么 五百年更加残疚 但是神很特别 就会预备一个人 大希律 是很残忍的 他杀了他三个儿子 一个太太和一个岳母 他害怕那个人 如果那个人有点 他担心他会越围 他就会杀了他 这个大希律 他就是杀了巴利行的婴孩 耶稣出生的时候 那巴利行的婴孩就是他杀的 但他居然会有这个感动 他将这个圣殿 本来的面积扩大一倍 然后就用很多很重很重的石 来将它建造成一个很漂亮的殿 然后等耶稣来 耶稣来之后 主要七十年圣殿就被毁 这个圣殿只有存在 即是他从修建造 只有八十九年的时间 即是主传十九年开始 只有七十年 只有八十九年的时间 就是为耶稣而设 耶稣来到圣殿就已经大部分修理好了 然后呢 耶稣来到之后 还有一世代的时间 圣殿就毁灭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应验 是很特别 所以大家 希望大家会记得这个经文 好了 这里将那个时间再拉长 扩大了 主前十五年大希律 开始扩建圣殿 建造圣殿十五年之后 耶稣就降生了 为什么4BC呢? 因为是这样的 以前有一个人 他就有感动 他就要将这个世界的时间 就用耶稣计算 他就开始想耶稣出生的时候 就是公园 为什么呢? 他计错了大约三至五年 即是中间位就是四年 主前四年 他计错了 所以结果耶稣出生 是主前四年左右的 耶稣降生了 然后耶稣被钉 大约是主后二十九年 就是耶稣来到这个圣殿 而那时候 有一个世代 就是由主后三十年 到主后七十年 又四十年 一个世代的时间 基督徒有时间传导 尤其在以色列的基督徒 他有机会在那个时间 不是立即毁灭 但圣经说他会毁灭 他有时间给他传导 然后耶路撒冷先毁灭 和犹太人杀了很多 和赶到周围都是 大家看到那个时间的安排 很特别 对不对? 刚刚在这个时间 耶稣就在那时候 这个我们看到圣经的预言 不是偶然的 是很清楚的 是很详细的 大约是什么人呢? 就是一个杀了三个儿子 一个太太 恶母 他因为日渡而杀死 巴利行周围的男婴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但是神会感动他 去将圣殿重建 这个在人来说 是不可能的 但他为了讨好犹太人 他就做这件事 这个真的是神的安排 神要发生的 一定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看到 整个耶稣来的过程 都是神所预备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来不是偶然的 是神所安排 在圣殿上 很多石是几十吨 只是几十吨 也很重 是非常重 而这一块石是很重 是600吨 即是圣殿中最重的一块石 真是不知道怎么抬 那些人又没有机器 怎么抬 真是不知道怎么抬 不过 圣殿真的有些很重很重的石 这里是另一块非常重的 圣殿巨石 然后圣经又说到 耶稣什么时候来 由耶稣来之后 耶路撒冷毁灭 然后打仗到底 这些都是环绕 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些预言 但耶稣第九章二五节 我一起读 你当知道 当明白 从出令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高军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正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连街大豪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六十二个七 那受高者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必有一黄的民来毁灭者性和胜所 至终必如洪水冲滑 必有争战 一直到底 方良的事已经定了 在这里说到 出名令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因为他们的耶路撒冷毁灭了 对不对?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受高军 在旧约就是尼塞亚 这个字 新约就是希腊文 就是基督 就是预言的这个救主 这个尼塞亚 直到他的时间有多长呢? 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加出来就是六十九个七 乘出来就是四百八十三 圣经将耶稣来的时间 很清楚说是四百八十三年之后 又在艰难的时候 为什么艰难呢? 因为他们始终是亡国 以色列人自从在主前 在犹大国 在主前将近六百年 五百多年的时候 亡了国之后 一直是没有复国 直到一九四百年 然后他们复国 一直是没有复国的 所以他们在艰难的时候 重建耶路撒冷 以及他们在城墙周围的豪 就是一条坑 让他们保护 不容易爬进去 如果他关了城墙 他有一个坑 挡住那些人爬上去 他就说过了 七个七过了 由六十二个七过了 这个受高者就会被杀 很奇特 既然有受高者来救他们 为什么会被杀呢? 是不合理的 神所派来的救主 为什么会被杀呢? 这就是神的智慧 为什么呢? 因为神很爱世人 很想救人 但是神很圣洁 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他这么圣洁 才可以跟他在一起 但是我们没有人像他那样圣洁 所以神唯一的方法 就是参加他自己独生而止 是很大的牺牲 他是很爱耶稣的 其实在神里的那种爱很大 神爱我们也很大 神常会感动我们 这个也是神的爱 我们不听话 他也会感动我们 也是神的爱 所以圣父、圣子、圣年之间的爱更大 但是他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 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要向他掩面 天父和耶稣是隔开的 因为那时候耶稣变为罪 变为咒座 居然为我们被剪除 为什么会受高者被剪除呢? 因为这个唯一的方法 能够满足到神的要求 就是有罪一定要惩罚 而当我们受罚就是耶稣 居然是三为一体的真神的第二位 为我们承担这么大的刑罚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神这么真 我们真的会感激他 如果有个朋友救了你 搶着,撲出来救了你 被他车撞撞撞 突然跋着脚 你会觉得 真是不好意思 突然跋着脚 你可能一生都照顾他 如果一个人死了 你更加 真是心很不舒服 而我们的主是为我们死 为我们 受那么多人的拒绝 我们真的应该感激神 这个受高者 基督为我们死 我希望大家都有感恩的心 信耶稣不是 我信有耶稣 信有耶稣 我信靠耶稣做救主 我悔改求主赦免 还有 我感激神 爱神 圣经说 若有人不爱主主 有人可做可就 神那么爱我们 我们不爱他 是可做可就 最大的价就是 尽心尽性 尽以尽力爱主你的神 所以我们看到神那么爱我们 我们感激他 就不要没有反应了 譬如有个人很爱你 你会有反应的 那我们神爱我们 我们也有反应了 好了 被杀之后 接着说到 有一黄的文 就是罗马人 来毁灭这个圣和圣所 这个也是他们所爱的 耶路撒冷和圣殿 是他们所爱的 但而你居然会写 就好像中国人 有个人写 譬如假设 写完 我们的首都被人毁灭 那些中国人 每个人都会骂他 有没有搞错 你写这些东西 但而你写 圣城和圣殿 都会被人毁灭 有没有搞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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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黏了线 可能当时也有很多人拒绝他 但是一路毁灭之后 如洪水充满 和打仗一直到底 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真的很多年 以色列的地方是荒凉的 好了 这里就是把图画出来 主前457年 重建圣殿 因为这个时候 以色拉尼主要是重建圣殿 不过他有一句说话 在以色拉记里面 九章九节 我们一起读 他有说到重建这个城墙 能重建我们神的殿 修其毁坏之处 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 有长缓 他不是整整个城墙 整整整个城墙 是尼希米 但是他可能开始做一部分都未定 他可能做了一些小的城墙 那时候就是主前457年 直到耶稣受高 耶稣成为基督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他丝世约和他丝世的时候 圣灵降落在身上 他就成为受高者 他有这个身份 这个身份成为受高者 我刚才说到相差四年 他三十岁前四年 也就是二十六年 如果大家有心算 四百八十三加二十六 就是多少呢? 对不起 四百五十七加二十六 就是四百八十三 即是说 他将耶稣来的时间 讲得清楚 就是四百八十三年 所以圣经是非常准确的 然后耶路撒冷就会毁灭 主有七十年 然后一直打仗到底 所以我们看到 圣经语言是非常准确的 我希望大家重听这个讲道 记忆这些经文 然后你传方神可以告诉人 可以很简单地说 耶稣未来 没有钉十字架 当时也没有这些存在 一早已经圣经说定 他会钉十字架 怎知道呢? 手又脚又钉穿 衣服又脱了 因为通常刑罚是不会脱衣服的 但他们居然会脱衣服 其实多数耶稣的象 不是脱衣服的 人们很难接受 但当时是脱衣服 神是为他预备一个刑罚 是最羞辱的 为何呢? 是为了承担我们的羞辱 叫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的羞辱 可以这样来解释 圣经所说的是有证据 还有耶稣来的时间 也是圣殿重建的时候 还有483年 又出命令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又跟着耶路撒冷 毁灭 所以圣经的语言 是很详细 知道是真神的 大家都会很多知道 上网有很多 不过上网有很选择性 很久才一次 但如果你真的上网去找恐怖的攻击 一年是很多次 是很多很多次的 很多次的恐怖攻击 甚至小朋友 从小时候训练 圣经语言肯定在耶稣之前已经写了 原来圣经 一早有圣殿有圣经 就不是过后写的 因为他们每天 在圣殿都会读圣经 所以这些语言 一早已经存在了 圣经肯定在耶稣之前 已经语言了这几样东西 我们一起读一读 好吗? 第一 未有钉十字架之前 预言主钉十字架 预言主衣服被人除掉 不是常例 神忽然进入圣殿 希律修殿十五年主降生 出令重建圣城至主受高 四百八十三年 主被杀后外人来毁圣城和圣所 圣城就会有争战到底 中东战争 以上我所讲的 就是将圣经的部分的预言 简单讲出来 就是预言的部分就是这么多 如果不记得 我再简单解一解 大家可以放在记忆之中 让大家肯定知道 首先 钉十字架全世界都没有 唯独中东有 而他的刑伐特点就是钉手脚 因为钉手脚是不会死的 就让他流血死的 但是中东人 在波斯的时候 和罗马的时候 他们有钉十字架的刑伐 也说他三人被人分 而三人分 通常公开刑伐是不会这样做的 也说到耶华会在圣殿出现 但是圣殿已经很残疚了 但神会感动大希律 将他重建得很美 为什么大希律 后面有一个分封的王希律 在耶稣被钉的时候 那时有一个希律 那和这个不同 这个已经一早死了 主持人的四年已经死了 然后他会进入这个圣殿 就是大希律所重修的圣殿 这个圣殿就重修了十五年 耶稣就降生了 而耶稣受高的时间 由出命令建造这个圣城的时候 直到耶稣出现的时候 是有483年 然后耶稣被杀之后 会被杀 被杀之后 就会有人毁灭圣城和圣所 和一路打仗到底 这是比较简单的预言 圣经中比较简单的预言 可以很容易放在记忆里面 放在记忆里面 你也可以把它写在手机的 notepad 我们手机可以有这个用途 在你的笔记簿上 写下了 以后你全部都不记得 可以出来看一看 告诉别人 圣经是很清楚的 客观的证据 和经历性的证据 真是可以祈祷 经历到神的平安 喜乐、欣赏、爱、感动 我们知道耶稣是真神 那你想上天堂 就是这样去鼓励人 你看到神那么奇妙的预言 那么准确 那么详细 你会不会很惊讶 哇!神那么真的 好像这两个表情 哇!神那么真的 神那么好的 会不会这样呢? 我时时都这么想 我都和大家说 我都试过很多次 会不会中间有些造假呢? 但我想着想着 他都没有可能造假的 当时还没有钉十字架 怎么知道耶稣被钉呢? 因为基督来了 怎么知道他一定会被钉呢? 而且呢 他将时间限制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 而呢 也说到他是大卫的后裔 大卫的后裔 如果你以长子计 只有一位 只有一位 如果那个刚刚是白痴 就应验不了 很多细节我都会想的 如果刚刚 大卫的后裔 生到那个 白痴或者是有些畸形的 或者他跟神关系不好的 或者他就是普通一个人 就算是爱主 他都不能应验这个预言 因为圣经说到 以赛书说到他是行神职 哇!真是能够叫坦子 能够起身的 核的开眼 他怎么可能有这个人物呢? 所以是将时间限制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 那我想过很多很多 耶稣是真神 而我是随时祈祷 经历到神的平安喜乐爱 和能力 看到神的医治 也都是我自己本身经历过 大约十次左右 有些人未认识我 已经在祈祷或在祈祷见到我 即是我未去过的地方 有两个人在香港的 他未见过我 他已经在那晚发梦 他未见过我之前那晚发梦 就见到我 将我的情景说出来 这些都是告诉我 神是很真 很真的 希望大家都深信 和隔壁说 神是很真的 神就在这里 神可以祝福你的 神是真的 不单止祂是真的 祂是祝福我们 祂是帮我们 祂是救我们 就是说天堂是真的 也有很多人去天堂 很多人说出一些很真实的事情 在网上 你找天堂的证据 你会看到 我说到有一个人 他上天堂很多次 祈祷 他经常上天堂 叫王全道 他有三个家庭见证 他一定上天堂 第一个就是有一个人 他死了 王全道就见到他 在天上的时候 他告诉他 你不要误会你妈妈 因为他和他妈妈 他妈妈是侍奉人员 他是和王全道的妈妈 一起侍奉 一对夫妇的丈夫死了 他见到王全道 他说 你回去告诉我 你多祈祷和侍奉神 很重要的 来到天堂很重要的 然后呢 因为他在神面前要称 他做过 为神做过什么呢 有一个天平 他说 你回去一定要告诉我 你一定要多些爱主 多些祈祷和侍奉神 然后他就跟他说 你不要误会你妈妈 因为王全道有时觉得 他妈妈不太关心他 他说 其实你妈妈 跟我们常常说 他怎样喜欢你 于是王全道回来 就问那个太太 是不是这样的事 以及问他妈妈 也发觉是真的 我就特意去那里 去摄录三个家庭 第一个家庭就是 这个在他教会 侍奉的一个人 第二个人呢 当他死的时候 王全道和一些人 去到他医院死的时候 他即时就看到 两个天使在他旁边 他就很开心 他就告诉他 那个死了的基督徒 他说你告诉我 我家人听 你不用担心 我现在很开心 第二件事 你告诉我女儿 我很满意你的婚姻 然后他告诉他女儿 他说你一定会见到她 因为这句话 是他跟我别说的 是没有跟外人说的 所以他知道 王全道真的见到她 第三个就是他自己的妈妈 然后上到天堂 神就跟他说 你要为你的祖先认罪 他杀人 杀得很厉害 他就为祖先认罪 他在圣经上也有说到 为祖先认罪 为祖先认罪 他回来 他就问他妈 我什么祖先杀人 很厉害 他说你的太爷是汉奸 那时候日本人给了一枝枪 他有时候 晚上拿一枝枪去 去杀很多人 神就叫他为他的罪 求主赦免 为他的罪而悔改 所以三个见证 我都放在网上 让我们看到 他真的去过天堂 而我自己第一个太太离世之后 两个星期 我有个好朋友 亦是认识我太太的 他就醒了时 一醒 为什么这么感动呢 看一看一看 一看一看一看 就看到我站在这儿敬拜 和我第一个太太站在这儿敬拜 然后呢 我太太叫Rita Rita就看着她 就很大声地说 我自由了 我自由 她用英文说的 我自由了 我自由了 这句说话很适合她 因为我太太说了很多次 因为她从十多岁开始病 病了很多 她就经常跟我说 每天我来小时 你告诉我 你现在释放了 自由了 你现在不用病了 她就跟这个人说 这句说话很明显 就是我Rita所说的 第二件事就是这样 很特别的 她就看到她拿着楼 有一个盖子 她有一些好奇地看着楼 然后呢 Rita就打开楼 一打开楼 有一道光 飞过来 然后呢 她就感动到不停哭了很久 然后她再看一个钟 哭了四十分钟 这个西人是有这么高的 是不哭的 也是我帮她祈祷 经历圣灵和赶邪灵的 帮她生命改变的 她说到她不哭 但是她会这样哭 也是一个很真实的经历 证明真神是真 和Rita真的是在天堂 所以我希望大家 是真信神是真的 和真是有天堂 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交仗 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怎么要交仗的 你看马太二十五章那里是要交仗的 但是呢 我们不是一种惧怕的心 而是说耶稣这么爱我 我做什么神都欢迎 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耶稣都纪念的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真是回应神 真是神这么真 我的朋友他还没信耶稣 我要告诉他 我要带人信耶稣 以下呢 就讲到神那种奇妙 就是神是可经历的 大家都可以经历到喜乐 重担释放 以及供应我们的需要 以及医治 有几个人经历过神的同在 和祝福 或者医治 各样的祝福 感谢神 你们也有经历过 会不会放在记忆里面 以及感谢神 而且你看到其他人经历 你觉得他们不是说大话 又说真话 他们说真话 你就都相信 真的呢 神是很真实 我希望大家都会这样相信 在这里我就会给大家看到 神可以经历 所以我们有什么烦恼都可以带到神那里 让我们轻散 第一个 就是圣灵所见的果 就是人爱喜乐和平 就是能够有喜乐的 能够开心的 能够充满 就是轻散 所有重担释放的 其实这个世代 很多人烦恼的 有些人说 不知道是否现在的知觉性多了 所以知道有这个烦恼的问题 但是呢 我觉得是有一些因素的 是有一些 可能食物啊 空气啊 那些 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福射啊 各样的因素 或者人的问题啊 是引致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而耶稣真的会给人有平安 其实是很好的 所以有耶稣是享受的 希望大家祈祷 不要想着 哎呀我今天要祈祷 也就是说我可以享受神 喜欢神 我自己常常都喜欢享受神 我走路啊 搭车啊 我都会常常在想着耶稣 在享受神 这样的心态呢 你就容易得力 耶稣就说 尝在我里面 我就尝在我里面 这个人就多结果子 很简单啊 常常在亲近神 你又回应神 你就会多结果子 当然你只是一个祈祷 你什么都不做 你就不会结果子了 你有耶稣同在 你又会跟着祝福人 你就会多结果子了 还有劳苦担重担那些得释放 不过很多人都说 不过我也是担重担 那怎么办呢 我问回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在哪里 因为我们的价值观 令到我们受苦 可能我们说 我要好似人家那么有钱 我要好似人家的老婆那么漂亮 人家的老公那么好 赚那么多钱 我希望有一家公司 好像他们那么好 当我们希望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有期望 就有失望 就有重担 或者说 我都是做得不够好 整天都计自己做得不好 是有重担的 但耶稣是很特别的 他说你任何 无论何人 只放一杯凉水吸着 少少你一个喝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是不是很容易 耶稣不是说 你带一个人信耶稣 不能不得赏赐 当然你带一个人信耶稣 一定不能不得赏赐 但一杯凉水 大家都做到 所以耶稣是让我们知道 讨他喜乐是不难的 但很多人说 很难 神的必须这么高 是很高 我们永远答不到 答不到我们求主赦免 神又欢喜 然后我做的那么多 神都欢喜 神不要说 你一杯凉水 你应该给一千杯凉水 神不是叫你这样 神只是说 你做什么我都欢喜 我们悔果他又欢喜 我们祈祷又欢喜 我们亲近神 神又怎样 亲近我们 如果有人爱主 这个人爱主 神就说 我们就要把他放在高处 我要使他成为尊贵 神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是什么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有未曾想 是不是很特别 你稍微对神有回应 神已经很欢喜 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容易 不要看你未做到的 未做到的 慢慢一步一步去做 做得不够好 不要求主赦免 以后我每天为主耶稣做的 神都欢喜 这样是不是容易很多 其实耶稣是叫人轻松的 不过很多人 因为世上的人总是这样 你今天考试只有七十分 搞错了 你应该一百分 九个九分 拿完一分 搞错了 一差一分都拿不到 考第二 考第一 别人都可以 别人爬过 别人都会这样 你欠一点 他就说你不够好 其实是否要这样 不用这样 我们有多少 我们感谢神 不要数你没有的 经常人都数没有的 我又没有什么 我又做不到什么 那你就很惨 其实基本上 人为什么不开心 就是慢慢吃垃圾 慢慢数自己不好 如果我们数一下 我们也有爱主 我们也有听耶稣说 我们也有去服事主 那你就感谢神 你跟隔壁有说 你所有为主做 神都会欢喜 是不是会开心很多 是的 你也跟自己说 耶稣在爱我 我做什么 神都会欢喜 就不要骄傲 我已经做了很多 神都会欢喜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只是说 我做了神都会欢喜 我继续努力 不是叫我们自满 而是说 我们不用担心 不用背着重担 而且医好伤心的人 有时候有些人都会受伤心 受伤害 我自己小时候 因为家里的家变 结果 后来 起床时 我家里很平静 但后来有很多 骂 有什么发生呢 我就开始 做恶梦和梦游 神会将我完全的医好 神会将所有的医好的 神会保持我们的健康 是比平常人更好 但是现在可以被医好 所以你们中间 有些人是有这些伤害 可以被医好的 还有身体可以医治 因他受的边伤 我们得了医治 我们可以得到医治 虽然圣经也有说到 保罗自己有病 初至全方 譬如加拉太 有时有些情况 我们一样可以有病 不过 神会保持我们的健康 比平常人更好 我们离世总会有病 总会有些地方有坏 不过 我们不是追求完美的身体 天堂就会有 但是神是可以医治的 所以我们有信心 神可以医治 以及医治整个人的 所以我们在神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福气 我希望大家经常都说 我是蒙福的 神在爱我的 神在祝福我的 而圣经很清楚说 我们一起读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淨我们一切的不义 实际上很简单说 我们认罪神是赦免 但是很多基督徒说 哎呀我真是很坏的 那次犯了罪很大 我真是好自己 都遥述不了自己 人都会这样 我遥述不了自己 但是神很特别 神说 只要你真心认罪 我一定会赦免你 神的认罪 我就形容 好像拍灯制 你的灯制如果没有坏 他会不会一天说 我今天我不跟你开灯 你按键 我不开灯 今天我不开 我没有心情 会不会这样 不会 那个灯制一定会开 神也是一样的 神跟随他的原则 神的特色 他是充满爱 他也是完全圣结公义 他跟随他的原则 只要我们真心认罪神 我真的知道有罪 千万不要这样 神射灭我 不过我一会想再犯过 一会再骂那个人 一会再有淫乱 又上网看色情 一会做什么不好的事 如果这样的时候 这不是真心悔悔 我们知道罪有破坏性 是被魔鬼偷窃 杀害毁坏的 犯罪是顺着情欲杀种 必从情欲收败坏 不要觉得犯罪是可以走鸡 不能走鸡 那这样就很惨 这样就很大压力 其实你应该说 我不犯罪是自由 是轻松 是神欢喜的 而犯罪就像 吃一些癌症的细胞 在身体上 把癌症细胞 转移在身体上 是不好的 是拆毁的 你会把癌症细胞 放在身体上 不会 因为你知道 癌症不好 所以耶稣已经承担 一切的罪 我们多谢耶稣 耶稣可以全部赏免 一切都宣告 耶稣赏免那些罪 我都松了 阿里路亚 全部都松了 阿里路亚 而圣经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贪明的人 他就斥贪明权并作神的儿女 这个说信耶稣 是用什么字来形容 什么词来形容 信耶稣是什么 接待 接待是什么 耶稣来吧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王 做我的主人 接待 很多人就不是 耶稣你在那里 好像有些人 神主委 耶稣在那里 我的照片 耶稣在那里 信耶稣不是这样 是接待耶稣 入我的心 那我就有权兵 做神的儿女 你看这个图 这个小朋友 是不是很开心 我们真的可以做耶稣 的欢喜的儿女 是真是很特别的身份 是很尊贵的 如果有个人说 我是李嘉诚的儿子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谁是李嘉诚的儿子 一进来的餐厅 李嘉诚的儿子进来 立刻 那些侍应 立刻走过去招呼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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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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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堂的人不只是信耶稣 有一个报道法是这样的 他说你上到天堂的时候 天使问你为什么我让你入天堂 我信耶稣 我想说圣经不是这样说的 在马太二十五章有三个比喻 都是说到末日的 第一个是十同里 第二个是五千、二千、一千两银子 一千两埋藏在地里是进不了天国 而五千、二千他们在审判的时候 是审判他们的行为 证明他们的信心 我们永远是靠信耶稣得救的 永远不改变不是靠行为 但是真信耶稣的人一定有改变 真信耶稣神就会赦免的 也会改变的 所以上到天堂的时候 就一定是看看你有没有使用你的恩赐财干 大家有没有用到呢 如果少用的话就快点用 不要收起来只是自己用 不要只是自己买东西 不要只是自己享受 去祝福人 然后第三个比喻 就是绵羊山羊的比喻 做在小子的身上 就做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圣经的广路审判经文 都是按行为审判的 所以去天堂 不只是说你有没有信耶稣 神真的会问你 你有没有使用你的生命 你怎样使用你的生命 所以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我们信耶稣得救 但是一定在上天堂的时候 有信和有行为的表现 这样的人就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而顺着情欲杀种 必从情欲收败坏 你看这幅照片 哎呀我生命破坏 大家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 有没有好的朋友 做工又不好 经常被人炒鱼 结婚又不好 有婚姻又不好 或者有婚姻的好快又拆散了 有些人的生命很多 拆毁 但是我们听神的话 是会建立的 就算你现在的婚姻不好 你逐步更多爱对方 可以建立的 逐步更加 而犯罪是什么 不要再犯罪 一起读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犯罪是更加厉害的 很多人就说 我要先享受一下 其实不是享受的 你享受神的同在 享受神的爱 有些人说这些太正经了 你都可以玩球 玩得很瘋也行 你可以玩得很开心 你不是一定要 常常都很正经的 我和太太 我们有时拍照也很有趣 真的可以很开心 信耶稣不是一定要硬着口面 是可以很开心的 所以希望大家知道 生命一定 如果我们没有听神的话 生命会破坏的 而我们先求神的国同意 这一切就加给我们 你有什么失去可以拿回 神会给你 神会祝福你 修补你的家 你的生命 你的耐心 你想不想 你生命里面有没有 有些东西破坏了 被魔鬼抢了 不开心的 你生命里面 你有没有发觉 有些不开心的一样东西 留在你的心中 如果有的 那样东西需要清理的 而清理的方法 不是说 我祈祷 不是这样的 是我们要处理 不要再想垃圾 想多一些神的爱 想多一些神的恩典 而圣经话就是说 我们真悔改 信耶稣一定得救 得救之后 我们真是听神的话 那我今天的信息 一方面给 如果有些未曾清楚信主的 你真心悔改 真心信靠耶稣 你就已经是神的儿女了 神就拯救你 而所有信主的 你觉得心有些是 硬着 压着 今天神也是呼召 你把这些东西放下 因为神是很真的 如果大家 有几个经历过敬拜的时候 会轻松喜乐的 有几个经历过 OK 好 多谢 有几个经历过 烦恼的时候很重的 举手 烦恼的时候会重的 有经历过烦恼的时候会重的 OK 好 你就将起乐取代这个重 我想说就是 你如果有重的 你就将这个起乐 在家里整天赞给神 让这个起乐 拿走你这个重 好不好 拿走你这些不好的东西 在新的一年开始 我们将所有的烦恼放下 靠着耶稣得胜 轻轻松松 享受神 因为神是很真的 神能个凡事祝福 听他说的人 神能个凡事祝福 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新的开始 好吗 很多人就说 我立志开始了 不过仍然是又 到一年又是这样差不多 这个是滴起心肝去做的 每一次想到不好的事 立刻清理 我都会处理的 有时事奉也有困难 立刻说 我有做的神就欢喜 我不用看那些未做的 我有做的神就欢喜 那么心就轻松了 对不对 这一刻我请大家 闭上眼 在神面前祷告 主耶稣求你释放我们的灵 耶稣是这么真 耶稣是这么活的 将你的重担放下 你可以站起来 神啊 我开始享受你的爱 我在这个新的一年 有一个新的生命 有一个新的开始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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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主耶稣爱我 有信件告诉我 耶稣多谢你 主耶稣爱我 可以唱爱我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有信件告诉我 在这一刻你会想着 耶稣来到我 耶稣来到我的新旁 告诉我们 不用担心 不用背着烦恼 不用背着重担 因为我掌管你的生命 我在你的生命中 有奇妙的计划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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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 耶稣 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 耶稣 耶稣在 拥抱我 你想耶稣拥抱你 耶稣 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 耶稣 耶稣在拥抱我 在这一刻你将你的重担放出来 其实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背着那些重担 其实耶稣已经担散这些担子 耶稣已经担散这些担子 耶稣会照顾的 只要我们想凡事交托给耶和 耶和必成全的 耶稣 祝福我们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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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接纽祝福他 祝福他们越来越反 Did you know the nothing 她慢慢会变越好 让神去释放我们这些烦恼重担 真的 east usted 我要很轻松的 我有者喜乐 主耶稣赐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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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世界所知 被世界所能夺去 哈利路亚 我有者喜乐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者喜乐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者喜乐 主耶稣赐给我 被世界所知 被世界所能夺去 哈利路亚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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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难,不过有时有些人习惯了重担 不会一下子放下 不过如果你松了一点,有没有松了一点 那你欣赏自己,我松了一点 你欣赏自己,开声说 我现在松了一点,我可以继续松了 我松了一点,现在继续松了 哈利律啊,是不是这样容易很多 有很多人就说,不是,我还有一些压着 不要紧了,你已经压了这么久了 现在松了一点,感谢神 那是不是开心很多 当你一感谢神,他人马上都松了 多谢天父,多谢耶稣,感谢耶稣 想想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举手向神,举手 亲爱天父,多谢祢,祢是释放的神 祢是释放我们的神 让我们重担释放的神 让我们活在神的外中,我们知道神是很真 是有真又活,圣经的预言这么准确 和耶稣来安慰,医治,释放 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这么多好东西 我们就不用担心,不用忧虑 不用烦恼,不用背着重担 我们可以有轻松的心 可以享受生命,并且为主结出果子 是神欢喜的 我们任何为神做,神都欢喜 我们今天对人有笑容,有关心 有鼓励,有为人祷告 神都欢喜的 主要让我们今天开始祝福我们周围的人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 我们做什么,神都欢喜的 多谢耶稣,感谢耶稣 哈利卜,我们祈祷奉着耶稣废命 阿们,哈利卜,哈,哈,哈 fired 哈烂,哈,哈,哈��가难不难,哈、哈,哈 你祈祷的时候也想想耶稣如何 你的喜乐永流 其实神也没有说到我们是喜乐的,是吧? 基督徒的特色是喜乐 你们要喜乐,在主里面喜乐 但是很多基督徒的特色还背着重担 他只是说,我未够完美,只是看着律法 看着律法,我还有很多还没做 是不是有很多还没做? 是的,不过你看着那些就没用 看着我做了多少是否会开心很多 总之我靠着耶稣,有一点这么多改善,我就开心 这样做人是更加有力的? 不要数算不好的东西 数算好的东西 那就每天开心了,是吧? 很简单的原则,不要吃垃圾 吃神的好东西,还有人对我们好,我们珍惜 我们放下垃圾,轻轻松松做人 Hallelujah! 我再给大家聋名 规范 关羽